下午的5点07分 现在看到的音乐是拉手风情 这个每到礼拜六礼拜天 这位街头艺人在这边拉手风情 非常技艺高超 政府在长照2点年 长照2点年除了要照顾 照顾失智的 照顾弱智的老人 更重要要照顾失人的人 失人人也就是残障的人 除了这个重点方面 如何服务如何照顾 重要如何要教他们 有一个谋生的人力 像那个盲眼的 盲眼的他就是可以去做按摩师 这也是盲眼的他的探手风情 那其他身脏的呢 大部分都是做一些公益彩卷 做一些乞丐讨钱的行为 在这边谋生很可怜 现在的三星人是越来越少了 因为不景气的关系 现在的记者会 也都没有什么 给你很好的礼品 没有了 不像以前我们记者跑 记者会 哇 都是受到很礼遇 现在已经慢慢都没有了 两张子 或者吃点小东西 就这样子 这是记者燕国龙 在原山花博捡运上的报导